大家好 欢迎收听狂想人生策略家图鉴 我是行销界淘金艾莉 在过去的20年来 我们伴随着中小企业 在城市的丛林中砍出一条路 在营销的大海里捞出一个金块 我期待成为企业的GPS 营销的秘密武器 这个频道里面 你可以听到企业家的背后故事 营销的奥秘 品牌的灯光 投资的晒道 甚至是心理学的迷宫 有的时候我们赢就在知识时间差 就像我们抓住独角兽的尾巴一飞冲天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说知识的即时性就是硬心翅膀 各位策略家们 准备好你们的翅膀吗 让我们在人生赛道的天际上一盏飞翔 拿起你的耳机 让我们这一趟精彩的冒险开始 哈喽大家 好 好温柔哦 怎么回事 好温柔 对 因为我跟妳讲 我还没有开录之前 我对这一趟超兴奋 因为妳自己不用看 对不对 我懂 来聊些特别烈奇的东西 来有请我们的漫漫入场 嗨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播漫漫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我们台首次的有趣主题 今天准备了很多有趣主题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 so beautiful ok 做的就好了 对我做的 我今天就是做的 那妳做的就好了 就是今天一切的苦活累活辛苦活 都让我来就可以了 妳做的就好了 没有问题 今天第一个part 我们就来聊一聊网购 等等等等 什么什么购 网购 就是shopping shopping这个东西 我先问妳一个问题 需要聊聊什么 我先问妳一个问题 啊妳说妳说 到现在为止妳在网上买过 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按摩椅 16万 16万 19万 在网上买愿意 因为它是有品牌的啊 所以有品牌妳就愿意 没办法招楼 没办法跑路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 史上这个过去网购 开始盛行到现在 在网路上成交的东西 房子 我有看过房子 对大陆有房子 鑽石 鑽石这些我跟妳说 很多是妳意想不到的 这些 让我们看一下历史上 哪些网上成交过最贵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下面说到的 每个东西都是确实在网上 有没有办法交易成功的 不是妳可以自己去查的那种 每个都会让我 很 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你继续 What happened 我慢慢讲得很认真 不要这样子打扰我好吗 好来来来 请继续 好那我们先从最便宜的开始 好不好 最便宜的 2块钱 2018年有一个外国的购物平台 叫eBay eBay 对 我们说在上面发生过 非常多病人很傻眼的交易 2018年呢 有人在eBay上 以32万5200元美金 约台币1000万 买了一架 罗宾逊R44瑞文2的直升机 买直升机 对 那应该只是网路过金流下单而已吧 对 可是他直接在上面跟卖家 卖直升机也就是这样聊完之后 就直接透过eBay 买了一个直升机 1000万 直升机 对在eBay上面 这是我们最便宜的 第一个 最便宜啊 对是最便宜的 1000万 我刚才想说你觉得16万 那大家想说 你很勇敢 1000万是最便宜的 比不上人家嘛 接下来这个也还算合理 第二个便宜的是 它的售价是 375190美元的一台钢琴 钢琴 谁 谁弹过吗 1200万 没错 你很聪明的 蜜桃勒 它神经是摇滚巨星猫王 你知道猫王吗 猫王 对猫王在演出的时候 曾经使用过的一架三角钢琴 可以理解 大家对它还算是失望 因为原本大家以为这个 会再更高价吗 对 便宜了 结果最后才卖出大概100 1100多万而已 台币 你们现在讲的数值都是 都是台币 我会先给你们听一下美金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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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第三个 我觉得开始奇葩咯 大家留言刷下你们买最贵的东西 你知道第三个是某一个人的人生 不是吃的那个人生 是他的一辈子 他贩卖他自己的人生 戒指吗 怎么说呢 戒指套下去后就人生就 但是他是觉得 所有里面比较划算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 他的名字叫伊恩 因为他跟他的妻子劳拉离婚之后呢 他万念俱灰 念着感情受挫之后 他就在衣拜上面挂上了自己的整个人生 他说我已经受够了人生了 开始竞标吗 蜜桃开放竞标 对 不过他的人生 不像是你说什么 你开放竞标 你接下来一辈子都属于某一个人 不是不是 他是指他的所有的财产 他的房子 汽车存款 他所有的有薪财产 叫做套餐价吗 没错最终 他的人生以将近四十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四十万 差不多一千两百万台币 很便宜耶 买一个女人 买一个女人 要不要不要 买女人 对 然后加房子加车子 他要他要他要 这很便宜耶 很便宜啊 所以他就说这个 不是房子就多少了 因为他万念俱灰嘛 他不想要他的人生 他拿到了这个钱之后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他完成了自己的 一直以来的梦想 他去环球旅游 他去扇心 他还在巴拿马附近买了一座小岛 跟自己 他不是把自己卖出去吗 他把他所有的有薪财产 卖出去之后 他拿到了这笔钱 他开始了他自己的新的人生 他只是把他跟劳拉结婚的 这一段人生卖掉 你懂吗 所以他没有卖他的人啊 没有卖他的人 我以为他家家的 买女人 他拿到这个钱 他开始了自己的新人生 重点是 他跟他自己的新情人 在这个小岛上快乐的幸福的生活 哎呦 这样子也不错 跟过往的人生说拜拜 所以他还因此写上了两本书 有一本书还被迪士尼买下了电影版权 好像叫做拍卖人生 还是什么发卖人生 有有有有有 那我来看看这部剧 拿出来拍成过电影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 因为这一切是在网上交易完成的 他就在一半上面挂上自己的人生 就卖了这个价格 他就过了新的人生 诶真的 就是说你与其卖房子 对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 你有这个念头 我不想要这一些了 我想要全部卖掉 但是你会怎么卖 你就只能 我的房子 对吧 车子多少 你要分开分开卖 对对对对 他直接用这个他万店去过的故事 卖掉你的上辈子的人生 而且他直接卖完 诶这个想法很好 是不是很酷 对 其实转念一想 你不管卖什么东西 你还是要一个故事 对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同时加这个人 没有 就要把自己也卖 我觉得加了这个人 就不会40万 会掉价了吧 哈哈哈 只会会掉价 一辈子是不是 对了还要养他 再下来呢 第四个贵的就是一张门票 门票 售价40万美元 大概是1220万台币 什么 门票一张 门票一张 他是一张美式足球的 橄榄球的门票 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分位 汤姆布雷迪 他在2000年季后赛锦标赛的一张门票 这张门票呢 还保留当时布雷迪的签名 老家签名 对 然后他应该是 因为我个人是不看啦 我不懂这个感觉 可能就是一个很喜欢Jordan 他那个红的车度的人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比赛的那一场的门票 非常有纪念价值 是10万的1200万的那个价值 这种其实还蛮多人会愿意下去收场 他是一个偶像 然后他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赛事 一个活动 一个门票 不过1200万喔 1200万 在网上 不是面脚喔 网上 网上 对 网路有无限的可能 我店上不用做那么辛苦 讲什么品牌 讲什么行销 我来卖门票 OK 这集叫我打自己脸特技 除了门票之外呢 接下来下一个贵的 它就是一个 售价50万3300美元 约台币1500万的啤酒 啤酒 对一个啤酒 应该我们都有知道说 啤酒不是有些酒会很贵吗 这个啤酒 它不是被人家喝过 他是有一段故事 他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俄国的男子在网上买了一瓶叫做阿索普 A-L-L-S-O-P-P 阿索普的啤酒 当时他花了300美元 有人觉得300美元大概9000块台币啦 买一瓶啤酒有点贵吧 其实一点也不贵 因为这个人当时就发现 卖啤酒的人搞错了一件事情 他不是一瓶普通的啤酒 这啤酒的标签比正常的啤酒标签多了一个S 就硬错 很多人就说那就是硬错啊 那有什么好 一开始也是这么说 然后这个人就说 他说这瓶啤酒的真实身份是 当年有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切的爵士 为了寻找尚未从北极探险队回来的船员 专门设计的一款啤酒 就是在1851年有一个探险家 他为了绘制西北航道的地图 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文明刚开始发展嘛 地图都是很多探险家自己去探险啊 手工绘制的 通常背后一定会有一个经济实力的靠山嘛 爱德尔的这个爵士呢就是这个靠山 但是他发现他手下的一个探险家 为了绘制这个航线的地图 到北极之后就迷路失踪了 他是海军上将 就决定率领他的重士兵 在1852年的时候进行移救 然后还特地向各大酒厂提出邀请 特别量制一款啤酒 与大家同行 因为北极是需要 保暖啊 对对对 所以他们酒类 他其实那个时候有像很多啤酒商去做竞标 最后就是这个阿索普的啤酒 他得标了 所以他当时有专门制作一款 为了这个探险队做的啤酒 所以他的阿索普后面才会多一个S 这一批的啤酒 OK 所以有点像标志 对对对标志 流传到现在被人家拿来卖 所以他不是印错的 不是印错 是他真的有专门的 他是特别为了要去北京 而且当时非常非常的限量 客制化 对 限量 没错 然后他发现这个卖啤酒 你就还没有发现 他以一个超级便宜 300美元的价格 去卖 然后他就买下来了 于是最后他就带了这个故事 跟这瓶啤酒 再往上以50万的美金 就是1500万台币 转手卖出去 欸凶呢 就是很厉害 真的 他就这样成功售出了 故事 有没有 故事 再次提醒大家卖东西 有故事 我到时候要写个蜜桃和漫漫的爱情故事 我们的山芋山之 然后特别做一款饼牌 他们也要加个S 漫漫蜜桃 S 百年之后 就有人为了我们的爱情故事 去见证 标道破千万的经验了 会会会 以后在终极就变成传家之宝啦 你留一本我留一本 S 我们的后代拿日良本相见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下一个是一本漫画 这本漫画在网路上卖到了九十三万六千美元 也就是两千八百万台币 两千八百万 等同一个行动的房子了 它是一本全明星漫画 这本漫画里面神力女超人 你也知道美国那时候是很红这个超人 蝙蝠侠那个漫画那个时候是非常红的 它说神力女超人 在这一本里面第一次与读者亮相 这一本当时是限量发行 这一本在像过了很久很久 2017年到现在 2017 五年 五年 对然后在网上 是以两千八百万的价格卖出去了 哦它是第一本 就是它还没有成为电影之前 对 第一次亮相的地方 欸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网站 我要去成为它的金流商 就是一半 哦有有有有有 我们很多电影也看到很多很妙的东西都在一杯发生 对它上面真的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都可以卖出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那 奇魔牌买 我们现在讲一半 我们讲一半 OK 那这本是漫画书 下一个呢是它是一张棒球卡 棒球 棒球卡收集迷就真的 很多 而且是我们没办法想象 没错 这张棒球卡在网路上卖了一百二十七万美元 也就是 三千八百万台币 因为在几十年前的美国 就根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这张棒球卡 就像我们那时候Seven不是 一开始在流行集那个什么Hello Kitty吗 对 啊那个时候当时不是人家每个人都有吗 是 跟那个时候一样 在当时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张棒球卡 所以完全完全的 特别 这些棒球卡被当时的香烟公司发行的 作为一种销售手段 加在各种香烟盒子里面 它比如说系列有好多 这个棒球卡是跟香烟一起卖 对啊因为它都是卖给男性 OK 未成人请问抽烟 对 然后在各种的香烟盒子里面 当时这些棒球卡几乎就是被扔的到处都是 因为没有人把他们当宝贝 但是没有人知道在未来的几年 它其中的一些卡片会被卖到超过一百万 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做瓦格纳的选手 他在二十世纪是匹兹堡海盗队 然后说这张卡片在两千年的时候被一个网友花了 刚刚说三千八百万的天价买上来 网上拍卖的拍卖是说 这简直就是棒球卡片的蒙娜丽莎 因为当时烟草公司只生产了不到两百张的同名卡片 限量 它是做同名卡片 比如说蜜桃 这张卡片就叫蜜桃 一个人只生产两百张 这些卡片大多数都被当时的人丢在垃圾桶 因为大家抽烟马上就 可是怎么会有张卡 对啊 直接扔掉 还有一张呢 是在一六年的时候 在实体拍卖会被卖到了三百一十二万 也大概近五千万台币 不过因为这个不属于网上交易 所以它就没有放到这里 像纸上网路上 对 这张棒球卡 这个系列的棒球卡 在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eBay上真的很多宝 因为它是一个拍卖 但是它真的是从各家去捞出那些 历史性的故事 历史性的故事 接下来呢 它是一个小镇 你敢相信 在网路上贩卖一个小镇 蜂卖人生丸 还有小镇 对 还有一个小镇 他那时候呢 在07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伯比的人 在网上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要卖出一个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 叫阿尔伯特的小镇 他说他在几年前 花了二十万美元 买下这个小镇 当时小镇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说是一个鬼镇 那之后几年呢 他又花了五十万 这个故事我有听过 还蛮有名的 买下小镇 他又花了五十万 重建了这个小镇 最终这个小镇 以二百零六万美元 也就是六千三百万台币 卖出自己 值得啦 值得 如果你要重新开发 但是他在网路上 被这个意大利人买掉 在转卖吗 对 不是 他是在网路上 卖出这个的哦 他已经买了 再把它转卖出去 对 然后是在网路上 转卖成功 所以刚刚说的六千三百万 还是在网上成交的 他先用一波 塑造了议题 和关注 哪有关注 你就有更厉害的buyer 隐恨 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一个 这个新闻话题 之类的 这一招我喜欢 高中 学起来 你也去买一个小镇 我先去买一个小镇 你知道这个小镇 现在有人口 你知道人口有多少人吗 一百 七 七个人 这小镇现在 有七个人住在上面咯 六千三百万 买下来的小镇 有七个人住在上面 一个叫做老板 管理员 会计 一个把扫 就是七个人住在里面 到现在有七个人 对 就是下次来 我带你去参观蜜桃 对蜜桃镇 一整个town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就是亲手大厦 那里面就是蜜桃还满满的 就想到那个爱情故事 好 接下来这个就很酷了 你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对 但是会有一个贵到离谱的午餐 贵到离谱 跟蜜桃吃饭吗 没错 一个靠比特币起家的二十八岁男子 他花了四百五十六万七千八百八十八美元 也就是一亿两千万台币 跟蜜桃吃饭 成功拍下了一顿午饭 这顿午饭 是和古神巴菲特一起吃的牛排餐 然后这我有听过 你花一亿两千万跟巴菲特吃饭 有一些人 你平常能跟他近距离五公分十公分 只能在远处看到他 你还可以跟他听他一席话 爆一个名牌就准了 没啦 那个巴菲特没有名牌 他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 他花了一亿两千万 二十八岁 慢慢人家二十八岁就可以花了这个钱 去跟人家吃饭 所以他就是靠比特币起家 所以他本来很喜欢他啦 有有有 就是接下来他就是要靠着这一顿午饭 再赚到下一个一亿两千万 我跟你讲 我跟巴菲特聊过 对 他到时候身价就不一样了 我跟巴菲特聊过 我跟巴菲特聊过 对 他启蒙我一些投资理财的想法 光是一句话 我跟巴菲特吃饭过 就是买 买这句话 我跟巴菲特吃饭过 没错 好 接下来是一个在当年创下的世界吉尼斯记录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线上交易 售价四千万美元的一台飞机 约台币一兆两亿 一兆 一兆的一架飞机 由当时的美国富翁马克库班创造 由于他本人在线上购买了这架飞机 他也是在线上买 他跟当时的媒体说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他有让自己的飞机 就选择在网上买 因为他是最省时省力的 都不用跟业务社交易哈拉 也不用约钱约 就直接刷卡付钱 他就直接买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明白 就算我再有钱 不是我好奇那个金流怎么过得去 我们在台湾用绿界蓝星 他可以刷到这样子吗 我在跟业务蓝星 他们收的这个手续分 平台不会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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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诈骗警讯 对啊 跳起来 对啊 这是另外一个学问 米桃再帮大家研究一下 罩欸 对啊 这里到一罩了 真的 你看连跟业务员社交易讲话聊天都不用 哥就是有钱 因为他说时间就是金钱 哥就是霸气 我想要的东西 不要两眼 直接下单 废话都不用 当我以为这是最贵的时候 还有没有更贵的 还有 还有更贵 这个也是有钱人 他说如果在你的印象中 游艇就是你知道 一般的那种小游艇啊 下面有个小船舱啊 这就是富豪的游艇嘛 我也是这样觉得 他说你就大错特错的 还有一种游艇叫做超级游艇 这种超大的就是高度超过25米 总长超过180米 配有专业的航海马达 自带停机坪的巨型游艇 你知道停机坪吗 没有我开始在想象画面 来到时候导播帮忙Cue一下画面 对 就是你有看过那个军事战舰吗 有 军事战舰上面就有停机坪有没有 有有有 就这种大小的一台游轮 游艇 他还不算轮哦 他只是游艇 游艇有停机坪 他不好意思蜜桃等级还没有到这里 对他有人就花了 1.68亿美元 在一败又在一败上面 拍下了这一艘巨型的豪华游艇 当时在拍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街头的商人 不过他就是靠着贩卖一些汽车零件 慢慢把生意做大 他现在已经坐在了这个豪华游艇上面 而且他里面还专门有仆人吃吼 游艇上还有有电影院游泳池水疗中心 电梯和八间总统套房 哪对我八间总统套房 没错 那个贵妃宠妾 没错 全部都在里面 偏带一个出汽 而且重点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衣拜上面买下来的 就是很厉害 反而我除了成交的物件长什么样子 那个导播到时候在办法cue吼 还有这个人购买者 购买者应该是不可能放出来 因为有点涉及的隐私 名字不都 名字他虽然同名同现那么多 也是也是八个总统套房 没错 可是你说他是卖汽车零件的 对他当时是靠贩卖一些汽车零件为主 起家的哦 他还当时只是个街头商人 他能够做到这种亿万级的美金富豪 真的网路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我反而是比较好奇 成交的物件是什么 他有什么那个魔力魅力 可以让人家愿意在eBay网路上 从网路还不用做售后服务 完全不用 还不用做销售简介 除非他可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收藏控 当然就是会成交这样子的一个亿万和或是照 我相信前面可能有一段的故事啦 可能前面都会有一段的故事 导致到这个交易最后是在eBay 可是我们台湾人很保守 我要成交不要说什么啦 只要万以上的都会希望是在实体 没错 或是用汇款 但是你都已经花了16万 没有人家是知名的 也不是很保守 人家是知名的嘛 因为网络比实体的便宜 他还是送福到家 对 那个是按摩椅啊 分歧啊 网络上可以分歧 那这样还好啊 可是你破千 破炸怎么分歧 你在台湾的电商中卖房子 感觉好像只是在做广告宣传 真的在网络上去刷一栋房 2000万 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电商失为的逻辑 而且你这个故事还有点久远的 你到现在中 对对对 起码十年以上的新闻都有 漫漫今天分享这个虽然是一个电商卖最贵的东西 可是也让我下去思考 其实有些东西的特殊操作 它真的是可以成就网络和电商 没错 对然后我比较好奇的买的人是谁 buyer 有什么样的 对 事实上有钱人 他的思考思维跟 我们一般在贩售给一般的 小资经济的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小资小资 对对对对对 真的翻转了一下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 更了解这些的案例啊 欢迎在下方留言 漫漫中就可能会帮大家做解释 或是说我们再额外整理成为一集 买这个房子的人到底是谁 买这个物件的人到底是谁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了解里面的其中的深奥 我觉得那个是更妙的 没错 好OK那我们今天 历史成交最高网购记录 叮叮 成交